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股市氣象台 我是顧德頭顧高布姐 一個禮拜又過去了 一個禮拜又過去了 當股市當中時間 一個禮拜一個禮拜過去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狀況越來越近了 那這一陣子來我告訴大家說 現在這個股市你要留意了 留意什麼 留意說這個股市 我來看它的月線 這個股市基本上你要注意了 當越克力交叉向下 沙丹跟上帝的晚曆比賽 結果沙丹贏的時候你要注意 它還在高檔位置上面 既然反轉訊號出現的時候 你應該趕快蹭什麼 反彈的時候做什麼 做調整持股 做逃命的一個動作 但是時間一個禮拜過去了 那你做的那些動作了沒 當然今天收的周線 月線的部分我昨天跟大家講過了 好 那周線今天收的周線 那就要看接下來下個禮拜會怎麼樣 下個禮拜會怎麼樣 那我們就過來看一看吧 來 這是大阪的周K線 我請大家先看 這裡確定是一個M頭的形態 這裡確定是一個M頭的形態 這裡有一個M頭的頸線 好 你看這裡的當時 兩個禮拜以前 我在演講會當中 我邀請你來 我演講會跟你說 這裡會開始反彈 開始反彈 那反彈有沒有上來 有 真的上來了 好 來到這裡的時候 關鍵時間點來了 關鍵的時刻又來了 既然這個M頭形成了 它也回測了 跌聲我不會叫你去殺低 我會建議你 彈起來 再做減碼 那既然彈起來了 已經上來了 但我請大家注意看 前兩個禮拜拉個音長紅棒 這個量是這樣 好 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有突破 上個禮拜的高點的時候 這個量卻是有背離的現象 那既然是背離 會怎麼樣 老朋友們 拳王理論 拳王理論 我們說到 這個行情背離的時候 當行情背離的時候 反彈量價背離的時候 這個拳王就整背要怎麼 已經整背要出拳了 但是那個拳王出拳的力量 他一K下去的時候 你反應得及嗎 你反應得及嗎 當他還沒出拳 整背試跡的時候 他點點在那裡等喔 你整背好了沒 還是你有沒有做動作 還是你什麼都不做 好 既然上來了 量價背離 拳王準備出拳了 而且他既然已經彈上來的過程當中 你應該要做什麼動作 適度的肩嗎 或許很多人在等行情 我等行情幹嘛 等解套 好既然等行情等解套 有沒有上來 有啊 有彈上來了 那你解套了沒有 我相信很多投資朋友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那當然從日線的部分來看的話 這一波跌了一千多點 為什麼大家沒解套 是因為這兩波段的下跌 其實很多的股票是 彈上來繼續跌 會就已經股價差了三成五成了 當然彈起來 就算這一波彈起來 很多的股票是沒辦法讓你解套的 但你要記住 這個地方我建議大家不要殺低 會出現一波反彈 那個兩個禮拜前的演講會當中 我都把事先的狀況都一一的講得很清楚 很明白 而且我跟你講會彈上來 那有沒有驗證到 有嗎 所以說上次你有來演講會 你當然會驗證到了 好既然驗證到上來了 那這裡要幹嘛 我請大家注意喔 倒數計時喔 你要把握最後拉高 如果有再拉高 如果有再拉高 你要趕快做逃命喔 因為時間快要來了 那很多人問說那怎麼辦 這個行情真的有這麼差嗎 美股還在漲 對啊 美股的創新高啊 我昨天跟前天這幾天已經告訴大家 美股的部分 我還是要跟大家講 我們從技術面來看 這是稻窮工業指數60分之K線 它在往上的過程當中 出現了什麼 上針線型 上針線型 上針線型就是說 一直往上走的過程當中 幅度越來越窄 幅度越來越窄 就是說反彈的過程當中 漲的過程當中 出現上針線型 你要注意 尤其是這個指標MACD 它漲過高的過程當中 它一直沒過高 那代表一件事 倒數計時 我提醒大家倒數計時 要不然我一直在這陣子 一直提醒大家 你看到美元漲 美股就會漲 但美元開始回的時候 美股會怎麼樣 我一直提醒大家 因為什麼 這是我的工作 所以我說 很多事情 我很希望 趕快把很多事情 先講給你聽 所以說 這場演講會 這場演講會 真的 裡面很多重要的內容 我要提醒大家 我也希望你 誠摯邀請你來 裡面有很多的重要細節 要跟你講 怕你錯過了 兩個禮拜前 我叫你不要殺T 會反彈 真的彈上來了 但是我不知道你 你有沒有來 你有沒有來演講會 你沒有來演講 你就殺出去了 那你來演講會 然後你就說 豪家債 沒有拆出去了 高副總說 彈起來再說 真的彈起來了 好啦 彈起來了 那怎麼辦 接下來該怎麼做 這場演講會 你最後還是要來聽聽看 我來幫你解決你的問題 好 再來 我請大家看一個東西 今天的盤面 有一些現象 我把我看到了跟你講 但是我要請大家注意 來 這條台積電盤盤中 盤中喔 你看到什麼 在這裡啦 來來來 加啦 這裡很怪的現象 它平盤一萬張 也就是說 有人預付13億在這裡等 撐在這裡 但上面的賣單 居然沒有這個現象 你看到些什麼 我看到了些什麼 我先賣個關子 我知道些什麼 我看到的現象是什麼 我在演講會跟你講 來 台積電 我直接跟大家講一句話 喔 好 台積電走了這麼 兩年的多頭之後 這個形態已經走五波了 好 走五波的時候 我們說到喔 走五波的時候 中有 多頭中有 中將 取中人善的時候 當這個取中人善的時候 開始的時候 開始的時候 那我請教大家 當它開始的時候 會怎麼樣 當它這個外資買這麼多之後 會怎麼樣 台積電買了這麼多 會怎麼樣 此時啊 無聲勝有聲 我要傳達你的是 意會 你意會的到嗎 好 我們說到了 從技術面 技術分析可以知道答案喔 走了五波之後 這裡在幹什麼 如果你看不懂 那你真的 你不要來股市喔 真的 真的 你要小心喔 尤其你在做指數的 你要注意喔 好 再來今天 應該是說我昨天講的 股價永遠是反映未來的 是反映未來的 那今天 經濟日報 頭版寫這個 鴻海 QC賺翻了 用賺翻來形容 跟你講的大賣 獲利大增 前三季 哇 創新高 好 這是一個利多消息 這是一個利多消息 那當利多消息的時候 你會覺得 欸 鴻海要去啊 欸唷 賺翻了 趕快來買 你會覺得趕快來買對不對 如果你真的趕快來買 開盤去買 你會怎麼樣 怎麼這樣 也沒漲 大盤也沒什麼跌啊 為什麼它沒漲 還反而下跌 為什麼 來 我意思說 你把技術這邊取好 你真的 從裡面的結構方向 就可以判斷邏輯出來了 你就不會受到市場消息 這些陰險的消息的利多 這些誘惑 好 其實 當你看到這個信念消息的時候 它股價沒漲的時候 其實在11月3號的時候 我已經事先告訴你說 它在頭肩頂的 右肩形態 因為我說小心利多出境 好 那當然呢 在前兩天也跟你講說 你看 指標背禮 指標背禮 好 所以為什麼沒漲 這個消息出來的時候 為什麼沒漲 還是提醒大家 把技術這邊學好 好 來 我們來討論這個 來 紅海漲了這麼久 漲了一年多 漲了一年多 外資也買了89萬張 這一年買了89萬張 我請教大家 利多出境 股價 要反映未來 那我怎麼看說 我們怎麼去看說 未來外資會開始賣呢 一樣嘛 八爺告訴你 八爺告訴你 八爺就這個啊 來 八爺理論 當跌破季線的時候 當跌破季線的時候 會反彈 反彈要幹嘛 找賣點 因為它趨勢形成了 那現在呢 現在紅海是不是這樣子 當它跌破季線的時候 反彈 而且季線扣底的時候 就往這個儲權 還原圈值的高值去扣底了 這個時候呢 基本上 為什麼長不動呢 為什麼這幾天長不動呢 原因就在這裡啊 所以你把基督線學好 真的你可以事先看得到 而不會看到報紙利多 哇 趕快買 這就是原因了 好 相對的 這是紅海的消息 當然呢 它旗下的一個集團的公司 叫紅准 你看到這個消息 哇 標九成 然後法輪又跟你講這些什麼 呃 紅准是唯一什麼 四點級的 通吃的機殼廠 好 這邊呢 紅准這樣就是最大贏家 那看這邊 全聯上看到 六個 又來啦 好 你看到這個消息 你會跳進去買對不對 好啊 你跳進去買啊 我相信很多人在追 為什麼會長 一開門往上拉就是去追嘛 結果我怎麼這樣 大盤沒大跌啊 為什麼會下來 發生什麼事 我還是提醒大家 把技術分證學好 呃 我相信我在 昨天 前天 告訴大家說 你要注意啊 為什麼外資買不上去 外資買不上去 外資買不上去 外資買了這麼多 一圖 為什麼買不上去 你有看到這個嗎 技術指標你有看到這個嗎 那主力為什麼趕陽 叫你趕快去買這些股票咧 為什麼 市場為什麼新聞或者什麼 叫你趕快去買紅准咧 為什麼 它的目的是什麼 我已經是告訴大家了嘛 那今天呢 你去追 哇 你要注意囉 市場都叫你買 不會叫你賣 那你要注意囉 來 看這兩根K線 它叫什麼 今天 昨天的紅棒 今天 爬上高 哇 追開高走低 這叫什麼 烏雲照頂 注意喔 在高漲出現烏雲照頂 好 放遠一點 再加上 它的指標一直沒跟上 一直沒跟上 你要注意的 真的你要注意 所以你有紅准的人 或是這陣子有人 帶你去買紅准的人 你要注意的 來 60分鐘線 哇 沒跟上 那怎麼辦呢 你要追嗎 我直接跟你講 把下跌的風險轉為利潤 我直接建議 把下跌的風險轉為利潤喔 好 這是今天的盤面上的一個現象 那好 除了這一點 我們只講到巴爺 巴爺跟你講一些股票 來 這兩天 你還注意嗎 聯發科 來 我請大家看聯發科 聯發科不是也一樣嗎 這裡跌破了季線之後 跌 哇 跟季線管理太大了 它出現一個副管理的修正 來囉 你要注意喔 整備把空單整備好 它已經來囉 它已經要來囉 那你套了人 套了在這裡的人怎麼辦 你不會這套技巧的話 你只能等待 被動等待解套 但是我們是積極出去 積極的出去 積極的去解決你的問題 當 來囉 當巴爺理論的這個 跟季線的管理過大會反彈 那你要幹嘛 找賣點 但是你會說 欸我還在賠錢怎麼辦 我不願意買 套老人一定都這麼想 那我跟你講 套老人 把握六日兩個 兩天的這個 演講會 你來現場 你來現場 我幫你解決問題 你來現場 把握這個演講會喔 好 好 那為什麼要叫你趕快來 看到什麼 除了巴爺理論 你看喔 它最近在這裡晃 今天砰一個 哇 開高走低 創破亂新高的時候 指標沒跟上喔 你要注意喔 你要注意囉 懂嗎 有連發課的人 我曾經邀請你來演講會 真的 我很希望趕快解決你的問題 現在還來得及解決 不要等到 來不及的時候 問題越大條的時候 我會難過 為什麼 我會替你難過 就像可誠 當初也一樣啊 有沒有 這裡跌破季線的時候 其實 你應該要賣的 那你沒賣怎麼辦 結果跌下來 跌破季線了 跌破季線了 那你手上的可誠怎麼辦呢 也一樣 我邀請你 來這個演講會 為什麼 如果你真的 沒有聽我的話 賣的話 我真的替你難過 你知道嗎 我高興不起來 為什麼 因為我希望我能夠幫上你 結果你沒有避開 好 沒有避開 那你要注意喔 這個大量低點未來還會跌破 但是 在跌破季線的時候 我選擇空彈回補 為什麼 年線尊重一下會反彈 那你有套勞的 你要趕快注意啊 真的 趕快報名演講會啦 好 好 那你從可誠看到 跌破 回來測年線了 那我請大家注意 如果 如果你手上有這個 大力光的 你要注意喔 你要注意喔 可誠 已經跌下來了 回測年線了 這都是一個基油股 都是獲利不錯的 在高檔的股票 它已經回測年線了 那大力光還沒 那怎麼辦 如果你有大力光的 怎麼辦 你那個資金比較雄厚的 你買大力光的 該怎麼辦 你要注意喔 你要注意喔 下一個可能是 它來補跌喔 來回測年線喔 所以你也有 這些高價股的 你要注意 當這些高價股回跌的時候 你手上的高價股 你期待 等待解套的時候 你要注意 會不會受到拖累 尤其是平概股 所以我還誠摯地邀請你 六日兩天 北 中 南 市場演講會 好 趕快報名 你帶你的持股來 我幫你解決 我幫你處理 我幫你看 好 懂嗎 但是我是才預約報名制 因為這個作業有限 真的 我不希望你來的時候 沒辦法進來 你一定要趕快把握機會 好 北 中 南 的投資朋友 趕快把握機會 我們正休息之後 你趕快去報名 開明星最好能 先拿雞蛋豆腐蔬菜 雞蛋拿白鐵酵黃肉絲 即時開始 GO GO 5 3 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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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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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德投顾 顾德投顾 高老师 免费讲座 年终拼翻身 密集完全公开 10月15号星期六上午10点在台中 上午3点在台北 10月16号星期天上午10点在台南 上午3点在高雄 下来一个大电话 拨打报名车线 080055808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去听 请用五分珠 五分珠 早 够好 爸爸 鵝排气密窗 专利富的是岛块 徐秘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鵝排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最佳理打鼓也是 aj вполне用 设计较 徐务 当接下来的台股 步入空投的时候 你应该有所积极的作为 因为当步入空投的时候 它走这样的一个行情 往下跌的时候 你就选择如果什么都不做 你的股价就是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 资产就是积水一直锁坏 那你積極作為一點的話 這陣子我給你看過了 積極作為是怎麼做 你要把握這個啊 每一次的波段 下跌反彈下跌反彈 做什麼盡量把價差做起來 哪裡該買哪裡該賣 哪裡該買哪裡該賣 你要很清楚知道 去抓那個轉折點 抓到的時候其實啊 我相信最近很多會員啊 是蠻開心的 因為我帶他就是 掌握這個轉折點 每一次的轉折你看看 你什麼都不動 結果跌下來你賠了50塊 你來回來回來操作 你50塊已經賠了錢賺回來了喔 甚至還倒賺喔 我不是在跟你講假的 因為這兩天的演講會 有會員會來現場幫我們做見證 也感謝我們的會員朋友 你來現場 跟現場的 我也麻煩你跟現場的投資朋友 來做驗證說 我們是什麼做的 真的 積極作為跟什麼都不做的差別在哪裡 因為現在是一個非常 講求效率的時代 如果你什麼都不做 你什麼都不做 那你股價也真真看它跌 所以這場演講會 我真的誠摯的邀請你來 我會有很多的事情要跟你講 那你什麼都不做 你會說你什麼都不做 我什麼都不做 好你什麼都不做 來你仔細聽喔 你仔細看喔 今天喔 雖然沒什麼跌 大盤沒什麼跌 這叫生計股的金殼 跌聽板 破底 你什麼都不做 你期待行情解套 有生計股的 你看到金殼這樣跌 你會不會怕 怎麼辦 生計股是不是還要再暴跌了 這些基優股 這些高價的生計股 基優它是有獲利的公司喔 它都跌成這樣了 那你沒有獲利的公司 沒有獲利的生計股 那會怎麼樣 你有沒有想過 你手上的生計股 如果套牢了你什麼都不做 金殼就這樣跌下來給你看 是不是 破底 大量低點都會破 有沒有 有沒有破 破啦 技術分析絕對可以幫得上你 我 我也是覺得 閃門很可憐 來股市當中 就是聽名牌 來 你仔細看 這叫要牙 六月的時候很會飆 很多人去追 還追在這裡喔 結果一跌下來 短短飆一個月 短短的一二三四 哇 緩跌 五個月 你什麼都不做 你變棄英了你知道嗎 六月份那些建議擺生計股的人 你聽他的話 現在變棄英了 沒有人幫得上你 沒有人要理你的 那怎麼辦 來 你有生計股套牢 不管是哪一檔啦 你套牢趕快來報名演講會啦 我有很多 我覺得你要趕快處置 你懂意思嗎 除了金可之外 這個叫金華 也是很會賺的公司啊 真的有賺錢的生計公司喔 它都跌成這樣了 但是呢 當初叫你買的人 你變棄英了 沒人理你了 沒人理你了 怎麼辦 這個時候我有責任 我有責任 我有社會責任 要幫你 來 這兩場演講會 不管你是禮拜五晚上看到 禮拜六 禮拜天看到的 來得及的趕快報名 來得及的趕快報名 真的 真的 你手上有些生計股套牢 來得及的趕快預約報名 不管怎麼樣 你就要拼死拼死 來聽 為什麼 你還來得及啊 像這個 志勤 疊下來 沒人理你了 現在生計股沒人理你了 更不用談基亞 基亞 有些事情我不方便在公司 在這個媒體上講 真的我不能講 會得罪人 但是我也要一天講會 我可以跟你講 那生計公司裡面呢 大部分的炒作的 大部分的 手法都是那樣 但是你現在變七英了 沒人理你了 為什麼 已經禍出完了 禍出完了 全部被你 被散戶接走了 那散戶要幹嘛 要怎麼辦 要自救 散戶們要自己 救自己 懂嗎 怎麼救 行情這樣跌下來 你該怎麼救 你不會做的 你不會自己自救的 我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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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嗎 這影響會 我教你 除了這些之外 你要注意喔 盤面上很多的股票 有些事情我不能在電視上講 哪一些股票最會跌你知道嗎 盤面上還有一些股票很會跌喔 未來會很會跌喔 我不希望看到你沒避開 到時候我會很難過 為什麼 因為我一次提醒你 你 你沒避開 雖然 雖然你沒聽進去 但是我會覺得我替你難過啊 我需要你避開 到底哪一些股票最會跌 我演講會會講 也會提示 但是 我不知道你手上有沒有 但是都是之前的熱門股 你懂意思嗎 所以你來演講 這樣的演講會的時候 來 你首先先把你的持股 寫好 我來幫你看 好 我來幫你看 把持股寫好之後呢 我就會給你看看怎麼處置 能夠幫得到你 懂嗎 所以這個市場的演講會 台北 台中 台南 提醒來 高雄 請你把握機會 把握時間 因為作為有限 請預約報名 等一下就趁廣告中的電話 趕快撥通電話 跟我們預約報名 好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好 谁说了赛 我是物流专家 让全球热爱MIT产品 我是Dr.Beauty 让世界都变美 我是Happy达人 让香蕉比变成抗热义保健食品 自由经济适合区 才是台湾的潮 既在地又有竞争力 一起炒吧 固德投顾高老师 免费讲座 年终拼翻身 密集完全公开 10月15号星期六 上午10点在台中 上午3点在台北 10月16号星天 上午10点在台南 上午3点在高雄 下一个大电话 不打报名这线 0800-555-808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 自行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固德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固德投顾 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 帮助您 拥有起过股票双征兆 使您反败为胜的 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舔你的投顾 固德投顾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去记贴 请用记贴 无分珠 无分珠 快够好 下沙下沙 只要四折 轰天雷满意送单感恩 回馈大放送 昨日起参加 轰天雷终极实物翻专案 让你可以学到 轰天雷的关盘技巧 逐步掌握操盘金钥 下沙